1月2日,陈凯琳在社交平台晒出新年与老公郑佳颖的合影,引发网友热议 照片中,郑佳颖悲喜老婆拍照 陈凯琳趴在她的背上,两人一起嘟嘴卖萌,特别的甜蜜 虽然他们有着20岁的年龄差,结婚三年却还像热恋一样特别恩爱 不过两人的儿子却没有出镜,看来夫妻俩是在享受二人世界 网友看到陈凯琳晒出的合影,纷纷留言祝他们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也要继续恩爱 也有网友表示实在是太甜了,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 郑佳颖是观众非常熟悉的香港明星,曾经出演过《法政先锋》 《不不惊心》等作品,深得观众的喜爱 她曾经两次获得过TVB《万千新辉的试地》 拥有着出众的演技和超高的颜值,是一位实力派的老戏骨 陈凯琳曾经参加过香港小姐的选美,并获得了冠军 她的颜值非常出众,身材高挑腰之纤细 出演过《名门暗战》、《飞虎之前行即战》等作品 陈凯琳和郑佳颖因戏相识,两人在日常拍摄中越走越近,逐渐产生了感情 他们在2018年举行了婚礼,先后生下两个可爱的儿子,一家四口特别的幸福 陈凯琳在婚后也减少了自己的演艺工作,把更多的时间都用来照顾老公孩子 祝福郑佳颖和陈凯琳婚姻幸福美满 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开心孩子健康 也期待郑佳颖能够在即将举行的TVB颁奖礼上再次收获失地的荣誉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